各位電腦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您今天的主播娜希 坐在我身旁的這位是今天的賽評Cash 大家好我是今晚賽評Cash 是的 歡迎收看ESR電競網 今天是新海爭霸重生之星 今年聯賽的現場直播 第二場九點的賽事 是 Monster對上 Jumi Spy的Jumi 好我們期待一下等一下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再來比賽開始就是先讓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的比賽規則 首先我們的比賽有分做自由聯賽跟精英聯賽 在自由聯賽裡頭呢 我們時光開賽不限資格的喔 只要你喜歡遊戲熱愛遊戲想要玩遊戲 或者你今天看完遊戲之後 你覺得我有機會當選手的話 歡迎來報名參加 那我們每個月都會去出前月 前一二迷去參加我們的季候賽 在季候賽裡頭是有高額獎金喔 好季候賽裡頭會選出四名選手呢 成為我們的精英選手 參加右邊這邊的精英聯賽 打了這麼多的比賽 又參加了季候賽 又打了自由聯賽 到最後成為精英選手了 你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從今以後你打的每一場比賽 都會有獎金喔 所以請各位選手們要加油 趕快成為精英選手 同樣的在精英聯賽裡頭呢 你們還是可以參加季候賽 爭取季候賽的高額獎金 除此之外只要你表現良好的話 很有機會可以獲得廠商的贊助喔 好在自由聯賽裡頭呢 要提醒各位選手的是 自由聯賽我們是每一個月 16曲8 是的我們換一下渡卡看一下喔 所謂的16曲8 就是我們每個月會開16場的賽事 那所有的選手請注意 你只要選擇8場報到參加就可以了 我們賽事的時間呢 是每個禮拜的3、4、6日的晚上9點開賽 請各位選手一定要提早報到喔 那我們勝場積分的技法呢 勝場是5分 敗場是2分 那一樣每季到最後 我們就會取剛月份的前1、2名喔 所以請各位選手要加油 那除了比賽啊獎金啊 我們選手還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名氣了 從今以後你只要在巴哈姆特裡面 首頁的左頁就可以看到我們 表現良好的選手了 你的名字會秀在上面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我可以看到你的個人網頁 然後你的資訊 那你可以告訴廠商說 喔你喜歡 你有玩過哪些遊戲 讓更多的網友跟廠商認識你 同樣的也可以看到我們的Cash 在我們的實況主 實況主排行的第一名 不小心龍登第一名啊 真的你打敗了小剛跟等一下的啾咪 他應該很怨恨你吧 小剛好像應該在擦那個小人 他應該用那個針在擦擦人 對 Cash cash 一直擦你 好真的很厲害 恭喜你恭喜你 好 接下來呢 所有的資訊都在我們的官方網上可以看到 我們的網址是 www.esranking.com 又或者是在Facebook 巴哈姆特 還有YouTube币上面搜尋 ESR都可以找到我們喔 所以請各位選手 各位觀眾 你們有興趣的話 趕快來報名參加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第二場的賽事 有請Cash 幫我們報一下 雙方的選手 好 現在今晚第二場賽事 是由我們的Fair Monster 在上我們Spider Jumi 是一個重打人的三戰兩勝 那第一張地圖是選用我們的岩獸 岩獸的地圖 岩獸 所以在岩獸這張地圖的話 岩獸這張地圖的話 其實 蟲族其實蠻好發揮的 蠻好發揮 因為這張地圖 蟲胎可以鋪得很快 到我們人類的家裡 只要你的基本功夠好的話 那麼 這張地圖的話 蟲族的話 其實 三況會比較難防守 比較難防守 看 可是到三況也還蠻後期了吧 其實從 蟲族有三況 其實現在的 現在的對 對決來講的話 蟲族三況其實也是蠻快的 真的喔 因為看到人類有二況的話 其實蟲族就會馬上放下自己三況 好那其實 看一下 包一下地圖跟點位 好 來到我們地圖 1點鐘方向 紅色的人類玩家 是我們的Spider Jumi 好 來到我們地圖 7點鐘方向 藍色的蟲族玩家 是我們的Freal Monster 好 現在蟲打人的話 不知道耶 我覺得人類 人類的話 Spider Jumi的話 他都習慣用裸霜的方式 比較常用裸霜的方式來擋 好 現在 也是有時候 會用死神開局的方式做偵查 再開框 好 Monster這邊沒意外的話 其實蟲族來講都是以裸霜來對抗這個人類 好神奇喔 Monster居然就這樣子掠過了 是 我們的Spider Jumi就這樣掠過蟲的偵查 所以他完全沒看到 好 這邊好像要阻撓這個開框啊 欸 可是意外的發現這邊沒有東西 好 這邊等下 15人口的時候 蟲族15人口會拉一次工兵下來 然後 準備要做開框 但是 有看到被阻撓了 到底有沒有看到呢 對蟲蟲是有看到 那 這邊的那個SCV再做一個干擾 所以 Monster先放下自己的狗池喔 先放下自己的狗池 對 好 這主要是影響 影響這個蟲族的經濟 那有沒有看到Monster待會兒會怎麼應對呢 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Monster是可以考慮放下自己的瓦斯場 等一下先提個狗速會來的比較好一點 好 畢竟等一下有死神的話 你要再做 把這個二礦 二礦的這個基地 對這個基地位置 打掉的話 其實很容易被死神給操作 所以他現在很努力的一邊一玩 一個磚頭一個磚頭在敲 是 他敲的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快敲完的時候對手還會取消掉 對真的很壞 是 這真的是超壞的一個車 好 他現在好多來 好多來敲 好這邊 來不及取消 取消了 取消掉了 那這邊再開出二礦的話 加減都是會 Monster這邊加減都是 經濟都會受到影響的 對稍微落 稍微影響了他的速度 他又想幹什麼 好 好這邊死神再做一個 確認說你有開出你的二礦 好再看一下你有沒有開瓦斯 他確認到了嗎 如果死神看到這邊 從如是沒有開瓦斯的話 其實 這邊人類是可以偷一點 可以偷一點 好有看到瓦斯所以 就不能太偷了 對 有些人類太偷就是 馬上就放第三個基地了 就是為了 要讓中後期的經濟比較好一點 對 會放第三個基地 好他現在正式啊 好正網 好 他有看到第二個瓦斯場 好所以現在人類應該 大概是到衝突的開始了 這瓦斯場指甲動作 取消掉了 他取消了耶 對 他主要是要讓這個 Spider Jumin來誤判說 有可能要打一波 所以Spider Jumin就不太敢 那麼的偷 不太敢那麼的偷 第二隻死神又來了 好第二隻死神在做第二次偷查 他還是不斷的 我真的覺得死神很俏皮 是 你們現在跳下去很可愛嗎 是 而且他死掉的時候會飛到天空上 對 很像氣球一樣 是 是因為我最近在玩人類 好 他現在就站在這邊 哈囉 哈囉 好這邊主要是看 他主要是看這個我們 飛到Monster在補的是什麼 在補農民 所以他就覺得 Monster好像沒有要打他一波 因為在持續的在補農民 所以他待會 Spider Jumin看他會做一個壓制性 或者是持續的營運 好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取消 好像沒有騙到 對沒有騙到 Spider Jumin 還是要做二次的偵查 好現在這個是二郎 二郎嘛對不對 對二郎 二郎已經出來了 他現在要放下 是二礦嗎 對二礦 對二礦開始放下來 那其實 王充 王充 王充看到了 其實這樣的話 Spider Jumin 經濟也沒有到多好 對啊 也沒有到多好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 充足的經濟反而 是 充足 欸是好一點嗎 是吧 其實兩方都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 因為 有兩個礦的礦羅代表說 代表是多了一片礦左右 多了大概三分之二的礦左右 是 好剛剛這個是 好這邊是下了蟑螂繁殖場 我要看 二藍是蟑螂 有可能 蟑螂繁殖場好的時候 會先爆一波冰嗎 好 二郎往前 他現在是 打掉了 他有看到這一個礦吧 應該有看到三礦 有看到三礦 有 需要共同的補給戰 好 那二郎就是在前線 來輕蟲胎 來做一個 獄警的動作 看蟑螂繁會不會隨時打一波 蟑螂繁是沒有要做 沒有要做進攻的方式 所以持續的補牢 持續的補牢 意思就是我更不想理你 對 你來啊你來啊 好那 看一下Spider Jumi這邊 會不會趁著這個 打針著這個科技一號的時候 先做一波的潛壓 或者是 但是 不打算這麼做 因為Spider Jumi是沒有放下第三個基地的 沒有放下第三個基地 所以他經濟其實 沒有 沒有那麼的好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其實他應該要打一波 來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三礦剛下的時候 是 應該要來打一波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他現在 現在人類這邊的選擇就是 要打算要直接做進攻 因為他的 人類現在只有兩個星軌 代表說他現在在補星軌的話 反而變成說 齁 節奏都在蟲族這邊喔 是 是 我們看看 喔這些狗 好 很多一花蟲 那 Monster這邊 的攻防是 略玩 在提的 比較 玩 然後這邊兩船空投 兩船空投 有看到 應該是空投到左礦 然後 他默默的就繞過了 對 繞過了蟲胎的視野 沒有耶 沒看到耶 那這邊 可能主礦先投兩船以後 火車跟那個 死神再繞去山礦屠農 好這邊 也有可能你看他已經默默往山礦走 是 好開始往山礦屠農 果然他果然下去了 好又兩顆鬼咧 好山礦這邊 山礦這裡有騷擾到嗎 這樣騷擾蟲 蟲 燒店農民啊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好嗎 這樣子 蠻沒有意義的 對啊 他這樣好嗎 那這波騷擾完全就是 沒有 好像 對沒有做到起什麼作用 反而是 讓自己虧了一點 他這樣虧了很多耶 對虧了很多 對 對方根本就完全不受干擾 哇這樣超虧的怎麼辦呢 好Monster也是放下自己的螺旋塔 對啊 那麼等一下Monster的經濟會非常的好啊 對 因為他其實 他既沒有騷擾到他 而且你看現在 是 哇這一波可能會帶走嗎 不會 差一點點 好這邊還是要持續的想空頭 因為其實剛才腳火車有順利溜到山礦的話 其實可以騷擾蟲籠 因為山礦是沒有 山礦只有兩隻的 後蟲做一個防守 沒有第一次 所以其實等一下 剛才的那個 二郎是可以 他現在下去我感覺 好這邊 好這邊 啊 果然沒了 這樣 這樣好貴喔 Spider Jumi反而是沒有取到一個優勢 對 他反而進攻之後 我覺得他一開始的 干擾對手這個惡況反而是 讓自己的節奏也亂掉了 好 他現在把石頭炸開 來 好 嗯 他想幹嘛 這邊 兩隻一畫蟲占一個監視塔 好 那蟲組現在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打得比較輕鬆了 打得比較輕鬆 對 而且Spider Jumi現在還是想要投 是 還是要投 就是繼續的要騷擾對不對 是 那其實雙方的人口數沒有差很多耶 是沒有差很多 但是等一下 蟲組營運一起來以後 等一下爆兵是 一下就可以吐 一下就倒兩把了 一下就爆掉了 對一下爆掉了 好這邊 非常及時出發 而且這邊有包子塔很難做空頭 哇非常爆出來了 好這裡 哇這邊被困在這石頭裡面出不去了 怎麼 路戰隊被關緊閉了 有點可憐 你們要怎麼辦 他要求救 他跳不出去 是 可以跟死神借一下跳嗎 是 好這邊 這邊可能要再派一船去救他們 對 不然遊戲結束他們還在那邊 可是非常現在已經默默的往前前進了 而且過分的是非常也不殺他們 就把他丟在那邊 好 他應該是個戰術 是 他應該是個戰術 讓對手佔人口 對 完全沒有數不消 然後又不能取消 取消真的太可惜了 還是他想要說 欸讓這些路戰隊幫他打石頭 等下打完石頭再把你殺掉 就可以開礦了 這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戰術 是 好 好 然後這邊Spider Jumi 這裡攻防完全落後 對 完全落後 現在是開始提升二攻二防的樣子 那 重組的二攻二防也是緊接著要好了 好了以後看 重組要提三攻三防或者是轉一個雷獸科技 我現在非常很 四無雞蛋也到處跑 是 他的路戰隊還在那裡 對他路戰隊還在那裡 紅色點還在那裡 好他現在空頭 這裡空頭 喔這妹子完全沒有操作 直接送掉 他就放在這邊了 對 前線 鬼雷還蠻多了 趕快扎根 扎根 好這邊 這波的話就會讓 重組要需要很多的操作 對要引雷 那個路戰隊他不見了 路戰隊被截掉了 好 默默的沒了 這邊鬼雷太密集了 因為鬼雷要分散一點會來的比較好 因為太密集的話其實 三顆毒爆 那些五六顆鬼都一次炸開 一次就沒了 對 這非常是來干擾出兵點 把這個 把雙倍的反應爐給打掉 然後也是可以突襲這些 剛出來的這個路戰隊 好這前線 這邊 這一波看起來優點 重組 重組後面還有更多 對啊 這邊會讓人類以為 剛才有賺到 結果沒有 結果一次這樣子 這邊後面 哇賽他整個就被包圍了 非常在回來 做善後的動作 順便把人引回來 是 這樣子 是吧 人類一直都不能把戰線推到前面 只能做一個防守 人類做一個防守姿態其實 對 是很弱的 這種族特性的話 其實人類做一個防守姿態 是比較弱的 對 而且其實 感覺上 現在重組之一 已經肆無忌憚開始在咬 好這邊三框 如果三框掉的話 人類 幾乎這一盤就是 鼓勵回天 那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現在就只能 再能宰割了 對啊 等一下非常去戰出兵點的話 這人類根本就是 很難打了 對啊 現在其實人類已經很難打了 對 人類現在只是在找一個GG的理由了 啊 有點可惜 真的 我覺得 JuMe這場狀況好像沒有打得非常好 其實在剛剛的時候 果然是打出了GG GG 我們的Monster獲得這一局的勝利 是 那我想問一下 剛剛其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 他一開始有去壓 但是感覺上好像沒有取得什麼樣 多大的優勢 因為我覺得他一開始可能 也以為這個Monster會打他一波 所以他也不敢說馬上放下第三個基地 因為通常人類其實看到 那個重組已經有放第二基地的時候 第三個基地也會開始造 那可能這場他節奏 完全就是亂掉 所以其實一開始他的節奏就有亂掉了 所以導致後面他就算想要去壓制對方 是 因為工房也落後 然後經濟也差 而且他一開始送的那個 一開始他兩船的那個空頭 還有二郎的騷子都沒有賺到東西 對 完全送掉 好可惜 好 希望Spider Jimmy下一局可以打出一個優勢 要加油 是 我其實一直覺得人類對重組 我一直覺得很困擾 為什麼 就是我每次遇到重組 我都覺得很難打 我都不會打 每次遇到人類我覺得很頭痛 真的嗎 因為鬼雷過去一炸我的兵全部沒 然後接兵接不上去打繼續 我每次打重組我都覺得好難打 因為他其實如果爆一波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我每次看到那一堆醜 好啦 掰掰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個人類鬼雷一出來 就大概十集可掛 我也不知道怎麼打 把他砸到地板上 我就不知道這張有怎麼打 真的齁 好啦 希望人類要加油 是 因為我最近在玩人類 好 下一場地圖他選出來了嗎 好 下一場地圖看一下 Jumi會選擇哪一張 我覺得Jumi是蠻喜歡雅其龍荒漠的 嗯 好像是耶 好像是這樣 蠻常 蠻常敗者選圖的時候 他都選雅其龍荒漠 好 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會不會是 好 如果是的話 是的話這樣 要賭嗎 要賭嗎 要賭 每次看到的人都想賭賭 Facebook巴哈姆特跟YouTube上面搜尋都可以 搜尋ESR都可以找到我們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們Facebook上面會有 不定時舉行活動 所以請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去按個讚 然後去看我們的圖文分享 因為據我所知上次有送出很多很多東西 我都好想要 送了蠻多東西 真的 好多東西我都超想要的 妳是不是想要阿姆姆嗎 你怎麼知道 我超愛 大家都想要阿姆姆 好 我們地圖其實已經選出來了 我們抱一下地圖喔 好 好 冰霜之地 冰霜之地 冰霜之地是這一系天體的一個星圖 那這張地圖的話 其實人類打贏運其實還不錯 那蟲族的話 山框就是真的非常難開 這張地圖就是真的非常難開 真的喔 好 我們看一下點位 好 來到我們地圖一點鐘方向 那藍色的蟲族玩家是我們的Flair Monster 是的 好 來到我們地圖 五點鐘方向 紅色的人類玩家是我們的Spider Jumi Jumi 你要加油為人類爭光 是 那Spider Jumi這場應該就是會選擇裸霜了 這張地圖給人類裸霜的話其實還不錯 只要蟲族不要低一點就看到人類裸霜 然後蟲族又爆一個10D 6D這種大招的話 其實人類都不用擔心什麼 可是照這個騎士看下來 蟲族應該是會看到人類吧 是 低一點就會看到人類 對啊 好 那蟲族這一 蟲族在這張地圖通常就是裸霜啦 裸霜比較多 因為你也不確定說你等一下放大招 是不是低一點就可以察覺到 那這張地圖的話對於蟲族來講的話 其實打兩框一波也是蠻給力的 因為人類的惡況其實地比較狹窄 比較狹窄 那只要突破惡況這個防線的話 很容易就進到主框 因為惡況到主框的這個斜坡狗是非常近的 其實還蠻窄的耶 一下上一個斜坡就到了 對 那為什麼他要選這張地圖 選這張地圖的話他可能要做一些多頭 那個多線空頭的一個燒啦 畢竟 假如用火車壓制的話 充足的三框很容易受到干擾的 OK 所以是這樣 好 其實 好 他已經放下惡況了耶 好 這邊是裸霜 那 Jubi是選擇裸霜毒口 因為也是怕對手會大招 所以裸霜毒口是比較穩一點 加油 為我們人類爭口氣 是 好 這蟲蟲特也是選擇裸霜放下狗詞 雙方來講的話都是 初始的開局就是走一個營運的路線 好 他現在默默總管 王蟲看到了 王蟲看到 對 他有看到 他要在毒口了 好 那王蟲看到的話 看蟲蟲特會直接再去開出三關 或者是在一個timing點的時候 所以我先做一波的潛壓 工程車準備出發 那由於 是 喔 是準備完成 Sorry 好 這邊 Spice you mean 也是可以低一點 看到這個對手的位置 對 好 然後雙方 其實都還蠻聰明的 是 因為王蟲 建築域應該是有瞄到王蟲 應該也是有瞄到王蟲 所以也可以再低一點 踩出對方在哪裡 好 他果然是看到了他的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開瓦斯呢 有沒有開瓦斯 去看一下 好 沒有開瓦斯 那 那就可以打 人類這邊就可以安心的再放下自己 稍微 對 放下自己的三基地 對 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就是不怕前期會有束狗的一個壓制 所以其實真的 視野真的很重要 是 偵察是 人類偵察是很重要的 對啊 好 現在剛好略過 好 這邊稍微找一下 野生的SC 可以看一下 做一下偵察 看有沒有野東西 他可能怕Spider Jumi 會野一些像什麼 野女妖啊 野在外面 野一些東西 然後讓他 引暈到一半突然 三架女妖 對 風炸雞突然出現 很煩 對 最常是這種的 好 這裡 Spider Jumi 放下自己的重工廠 所以雙方現在看起來 前期都是在營運的狀態 對 雙方是營運的狀態 那就看 蟲竹六分的時候是選擇 開幾個瓦斯呢 如果開到四個瓦斯的話 有可能是潘飛毯 或者是兩空一波的一個打法 好 Spider Jumi這裡 Spider Jumi這裡好像 後面再接兩個兵營啊 這邊要打一波啊 他果然 他看到對方 是在打裸霜 所以他現在決定要打一波 對 裸霜啊 黃蛇這邊是開了四個瓦斯 放下第三個機 一 地 好 那有沒有在補什麼 好像有沒有要補那個進化師 然後放了蟑螂蟲巢 有可能要做一個蟑螂一波的攻勢啊 好 現在遊戲呢 進行到現在的時候 人口數是54比44 其實 差距不大 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Spider Jumi這邊提了自己的打針 那持續的在 他另外兩個兵營也是在掛反應弩喔 所以等一下會爆兵 再做一個壓制的動作 好這邊火車稍微看一下 對手開框的動作 進度 對 進度 好 猛蛇這邊要打一波喔 好 他現在 猛蛇這邊提了蟑螂的一攻一防 然後開始繼續的爆蟑螂 大概在9分至11分這個timing會做一個壓制喔 可是感覺上 好像Spider Jumi還沒有發現 對 Spider Jumi應該要察覺到一點 三礦沒有在補農民喔 這三礦開給你看的喔 對啊 他應該會有想法吧 是應該會有一個警覺性是 猛蛇要進攻囉 不知道他有沒有想到欸 拜託你一定要想到 這邊火車重要就是要在前線一直壓制軍團 就壓制這個重開 是 打了就跑的戰術 然後看隨時注意對手是不是要出門 一發現出門這 雕堡四五個就是要馬上蓋下去喔 甚至現在出一台坦克來做防守守 是妥當的 所以 他現在有在做這件事情嗎 他要做 他是要做鬼雷喔 鬼雷也是可以 這張地圖鬼雷也是可以 好 現在 但是 出坦克效益會比較高 因為他DPS比鬼雷來的比較有用一點 好 這邊蟑螂 對 累積到這個人口數差不多 118 那要開始做推進了 9分的時候就要出門 大概11分左右就會到人類的家裡 好 這邊兩床空投嗎 他默默的往前進 好 這邊兩床空投 你有沒有看到那堆蟑螂啊 蟑螂非常多 對啊 好 這邊落跑 趕緊回家防守 對啊 然後這邊碉堡馬上下 兩個可能還不夠 對 趕快蓋 趕快蓋 你有看到蟑螂了 可是蟑螂好像已經出門了 他現在 已經要出門了 好 這邊兩 好 這個 這個兵遲遲放不下去 不是那麼好守 人類這邊現在不是那麼好守 因為人類主要的兵力都是 機槍兵啊 比較有一點掠奪者跟坦克會來教授 然後這裡再一船空投 他還是抽下去了 那蟑螂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這邊剛才 spyjumi沒有操作到啊 有點可惜 對啊 沒有 要拉弓兵來維修啊 spyjumi 天啊 拉弓兵 拉弓兵 對 喔 不 來不及 來不及 對 這邊 來不及 完全來不及 好可怕 休起來 休起來了 就放手 喔 有手下來 嚇我一跳 這邊 蟑螂應該就不會再持續的進攻 可能就要開始提二空二防 然後再做後期的雙噴 所以他剛剛這一波空投 他直接放掉直接回到自己家裡 他完全沒有去操作對不對 對 對 他剛才空投組框的時候 完全沒時間管這個空投的地方 對 因為蟑螂已經到了自己家門口了 然後這裡 維新來清一下視野 好 這邊又分了一船 升級完成 默默的往前進 這裡有一些 這一船也是順便偵查一下對手 這邊茫茫多的這個蟑螂 他看到了這麼多 你要趕快做防守 趕快升釘啊 好 這裡 主要是來看一下山礦 有沒有在補農 發現山礦完全是 這邊山礦已經滿營運了 對 然後蟑螂還是打算再繼續的忙蟑螂 可能這一波的蟑螂可能會忙到 人口接近200 會更多 對 現在其實已經161了 是 200其實不遠了 那麼 人類知道對手是一個蟑螂路線的話 其實要考慮出坦克 因為坦克輸出 架起來輸出 對 輸出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對中甲有加成 那他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呢 對 他沒有要做坦克要做 鬼雷啊 鬼雷的話其實打這個 蟑螂是比較不給力 比較不給力 後期來講對 攻擊蟑螂是不給力的 對啊 因為他已經看到了這麼多蟑螂 他怎麼沒有一個想法 好 現在紅色的 這別人做一個壓制 對 往前壓一點點 喔 好多蟑螂喔 這裡 哇 好危險好危險 鬼雷埋在地上 可是這邊 只能殺到兩隻蟑螂 然後這裡再做一個空頭 用多線空頭來讓對手 比較不會這麼早的進攻 對 就是算是一個騷擾 是 保護自己的方式 好喔 我覺得Spy Jumi 真的是 這隻蟑螂的判斷力又是有點 失誤 對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 這邊的蟑螂是二攻二防的 直接在你臉上噴著 酸液 好 這裡 直接在裡面要 有 超可怕 超可怕 感覺 感覺很痛 很痛 而且蟑螂在進戰的時候 他是用砍的 對 他有兩個那個 頭上有長兩個腳 他是用砍的 對 然後後面就是用噴的 這個攻擊力看起來 走得下來嗎 後面 後面的掠奪者還有續齊啊 還可以 還可以 後面掠奪者有續齊啊 還好 看起來應該是手下來的 對 對 可是後面的數量好像有一點多耶 方子現在就是一直盲蟑螂一直盲蟑螂 因為畢竟工房你先來講的話 其實蟑螂對人類來講是輸出蠻高的 是 好這邊 後從 出來到前線加血 蟑螂的數量還是持續的增加 好這裡 異妖婷也快沒有 快要沒有魔力了 他已經沒有mana了怎麼辦 好 這裡 要忙進去了 因為異妖婷已經沒有 足夠的 已經沒有能量了 已經沒有足夠的能量了 欸 欸 Monster不打 他為什麼回去了 其實可以繼續打 因為異妖婷沒能量 所以等於說人類打針就是 慢慢嗑腰死掉 對啊 他居然 他是把他拉出來一點 他是要把陣線拉 就是集中一點 對 把陣線拉集中一點 是這樣嗎 他好像回家了耶 還是他心態是說 我在慢慢虐你 不要這麼早結束 這樣子很快 就像說 好 就像我們殺了五顆頭之後就覺得 好繼續吧 好 來繼續 塔都不破了 對 好現在異妖婷默默往前進 跟著這一坨蟑螂 好 看這坨蟑螂做一個 看得到的小眼睛 好 他到底想幹嘛 這邊 在對手面前說我要空投你了 請 請不要再照前線 對啊 不要投下來了 好這一波打下來 你看雙方的經濟 對 對 Spice Jumi這邊經濟比較差一點 對 因為這邊 Monster已經 有錢到爆表了 好現在蟑螂又來了 這邊蟑螂又來了 天啊 這邊又是土了一大波農民啊 對啊 重點是這邊 Spice Jumi醫藥艇不夠啊 醫藥艇不夠 而且剛剛這一段時間 沒有再繼續的補藥艇 停 Spice Jumi這場來講 他多出個四五架坦克對他來講 是很輕鬆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他剛剛那段時間 如果勝出坦克的話 對 都把鬼雷換成坦克的話 他這一場 是打得很輕鬆啊 打得很輕鬆 對 所以他現在變成防守很辛苦 對很辛苦 這蟑螂非常多 而且是攻防領先的蟑螂啊 打得很痛 看得出來他現在很努力的在防守當中 嗯 千萬不要被破掉啊 這邊 這邊其實二礦頭 二礦口一破掉其實很容易就上主礦 對 但是Monster想要等後面的刺舌 果然是 果然是拿了五顆頭之後的戰術 好的 我在出刺舌來 慢慢的挪裂你之類 好 他現在很優勢在親外圍 對 好 他果然被炸掉了 他在打石頭 好 還有 還有心還沒有什麼野生怪 我還記得嗎 值得可能跑去外面打一些野生怪 真的 我也覺得 那你媽媽這邊引運 然後野生怪打完以後 拿了BUFF然後過來打 他可能會拿了紅藍BUFF 還有衛家巴龍跟小龍 是 好扯遠 那這裡 好他現在往他的 這邊雙噴 把這個四礦的位置打掉 然後這邊幾乎是 這邊刺舌的DPS輸入太高了 輸入太高了 真的幾乎是沒得打 真的 人類這裡甩槍甩到家裡可能還沒甩死 一半吧 而且現在經濟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辦法再 是 對 人口數差距其實已經有點大囉 現在已經185比40 打出了GG 一句 喔真的是 對 其實我覺得 Spy Jumi太堅持自己要出軌了 其實 換個兵種來講的話其實 因為他的開局來講 他不是很偷的開局 他是裸霜以後再補三個BB 再對於這種 重組兩況一波的話 其實兩個人是五五波的 對 兩個人是五五波的 但是後面的音隊來講的話 他 他的方式不是那麼妥當 就是其實他 節奏感覺上 都是在Monster那邊對不對 是 後來到 就他蟑螂就是 來做一個 第一波的壓制的時候 其實 節奏就完全亂掉了 對 而且我覺得其實 好可惜 你如果出坦克的話 你應該就贏了這場比賽 是 好可惜喔 會比較好推進 因為坦克到一定數量就可以變成 人類有一個主動權可以做一個進攻了 好 所以很可惜 我們的Spy Jumi 在這場比賽的 輸掉了 是 那我們的Monster又贏了 對 所以現在的比數是 2比1只有2 對 好 我們恭喜Monster 我們的大魔王 又贏得了這場的勝利 是 恭喜 那等一下我們10點的時候 還有一場賽事 是 所以請各位觀眾朋友 要準時收看 先不要走開喔 那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所有的比賽資訊 活動辦法 在我們的官方網站上面都會有 我們的網址是 www.eslinking.com 又或者是在巴哈姆特 Facebook 還有YouTube上面搜尋 都可以找到我們 那不要忘記我們10點還有一場賽事 請大家不要走開喔 我是今天的主播大喜 我是Saving Crash 好 謝謝你們 我們等一下10點見 我們等一下10點見